我記得我在小時候 我沒有出過國的時候 我也是我就做到一個夢 夢到我自己變超人 真的嗎 可是你還能說 這算高級夢 什麼高級夢 因為我那時候當時覺得說 我變超人了 因為我現在在天上 我準備要去維護世界和平 衣服很緊嗎 可是我一上去之後 我發現會很緊張 因為我是超人 但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什麼那個 我第一次飛 那我不懂得怎麼飛 我就很緊張 完了 不懂飛怎麼去救人家 等下會摔下去 我就想很多 這時候就有台飛機過來 然後我載了 載了我 我是拿一塊載了 我突然講 我坐下來了 我就安心了 而且我剛好坐在靠窗的位置 我就想看 還不錯 有飛機 超人坐飛機我覺得很OK吧 超人坐飛機很不OK 很OK 夢嘛 反正我就在那邊坐著 我就看外面的風景 好漂亮 然後過的時候 沒多久我就突然看到 外面有一片的燈光 一片的夜景 好美 我就開始 那時候想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手機 因為那時候很小時候做的夢 我想說趕快拿相機出來 跟旁邊的相機拍照 把那天照下來 後來沒多久就醒了 醒來之後 因為我覺得那個夢太美 因為那個夜景好漂亮 所以我一直記在腦海裡面 直到我第一次坐飛機 出去玩 後來那天準備要降落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現到 我看到超人了 沒有 超人 沒有 超人 我看到超人 在降落的那一刻 我看到了外面的夜景 很漂亮 就是後中的夜景 對 因為我第一次到香港 因為香港那時候 夜景 降落在啟德機場 反正不是現在這個吃辣椒 那時候可以看到 整個香港的夜景 很漂亮 我那時候突然就覺得說 這個地方我好像來過 可是事實上 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 我根本沒有去 而且是我第一次坐飛機 就看到那個整個場景 包含空姐 座位 因為空姐長得滿正的 所以我記得 好倒楣的空姐 就那個範圍 你記得非常清楚 你就想說奇怪 因為明明就是第一次去 怎麼會對這個場景 這麼的熟悉 後來想想 原來我在幾年前 有夢過這樣的一個夢 對 好